那你还关心立法院最新情心 前建国造专案召集人黄树光呢 是近期向总统蔡英文提出请辞 而他在昨天晚间呢 更是发布了370字的声明 是表示说无关他人 无关政治因素 因为身心俱疲才来提出这个请辞 那对此国防部长邱国正 也有对此做出回应 对您以后来关心 我首先我要肯定他 不管做人或者做事方面 他又相当尽职的一个人 我几乎就每次跟他相处 从他身上我也学了很多 很认真做事情 那这回他请辞当劳 他有他的程序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 这要有我看法讲说 他个人的心里面感受 我可以感同身受 但是他整个调试的方法 不然也是经过一般他的努力 或者很努力来整个调整 大概他反映出他的身心俱疲吧 但是我觉得对整体工作来讲的话 我们当然还进一步评估 但索性就平常这些工作推动 他都有一个团队的 他不是一个人在那边主导 所以整个团队平常跟他相处以后 大概要整个方向 整个步调 大家都取得一致 但至于心理上会有受到影响 这我们还有待评估 但我相信对工作推动来讲的话 应该不至于成太大的一个阻碍 通常每隔个阶段 都要到步远来跟我说 整体的说明 我在三年前刚接所 就陆陆续续的 所以他目前工作进步 包含原型件当初怎么建造的 怎么组装 大家都会有一个固定时间 跟我做一个说明 好的可以听到呢 国防部长邱国正是 对于黄书光有极大的肯定 那也表示说在他请辞之后 相信不会有 相信不会对计划有太大的影响 那至于有传出说 黄书光和准总统赖青的 有意见相左的情形 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表示说 没有听闻 但是也不太认同这个说法